晚上8點多 20多名警銷圍在工地 救護車也來了 在工地外待命 因為這裡失火 當時煙不斷竄出 飄散在空氣中 旁邊就是百貨商場 兩棟建築靠得很近 讓警銷不敢大意 工地失火 不過民眾似乎沒在怕 有人站靠近圍觀 也有人悠閒逛大街 邊走還邊煽風 驅散煙味 事發的工地 旁邊不但有百貨商場 還有廣場綠地 經常會有民眾聚集聊天散步 但工地發生火警 遭質疑現場沒有人員協助戒備 百貨商場業者表示 火災當下 他們立刻派人 把百貨外的人群 和工地隔開 至少50到100公尺 也強調他們在事後 特別做消防演練 強化火警的危機處理 避免類似情況再發生 記者黃翔富王 是韓台中採訪報導 記者黃翔富王 記者黃翔富王